美艳贵妇为了参加一场面具狂欢 正在用心地挑选着道具 自从上次一睹斯巴达克斯的英姿后 莱尼亚就对她念念不忘 于是要求老板娘 为她安排一场刺激的约会 莱尼亚作为首富的表妹 高昂的价格对她而言从来不是问题 她唯一担心的是怕走漏风生 被丈夫知道 老板娘让她把心放进肚子里 她会极尽所谓 让这场二人狂欢万无一失 面具可以隐藏身份 只需要莱尼亚自己保守秘密 并且在那日独自前来赴约 这事儿就天之地之你之我之 结果这时 两人的密谈恰巧被伊莉亚撞见 然而在伊莉亚想要窥探两人的秘密时 好姐妹莱尼亚却先发制人 说起了不久前 伊莉亚的决斗是被处以公行的仇物 两人之间瞬间火药味十足 只好由老板娘从中调和 莱尼亚给了她面子 随后起身告别离开 但尽管莱尼亚小心翼翼 伊莉亚还是看到了她手中的面具 在一步步试探性地询问后 伊莉亚嗅出了真相的味道 老板娘惶恐不已 请求伊莉亚为他们保守秘密 伊莉亚还在为自己猜到了真相 沾沾自喜 却不知她正义步步 落入老板娘布下的陷阱 随后老板娘将此事告诉了巴老板 为了赚钱 她也很乐意牺牲一下冠军斯巴达克斯 但老板娘还有别的担忧 她知道斯巴达克斯一直终于妻子 妻子亡故后从未有过别的女人 害怕她记忆生疏 于是便为她送去了一位女人 但斯巴达克斯却认为这是对她的侮辱 当即将女奴撵了出去 第二天 老板娘向女奴询问昨晚的情况 女奴如实相告 却让老板娘大发雷霆 她命令女奴今晚再去 若不能完成任务就当众自吻谢罪 于是到了晚上 女奴再次出现 恳求斯巴达克斯 可对方依然态度坚决 虽然两人之间依然什么都没发生 但好在女奴可以跟老板娘交差了 就在一切准备就绪时 伊莉亚又找上了门 表示自从得知了那个秘密后 她就一直心神不宁 因为那个深藏于心的念头 渴望那种从未有过的体验 老板娘挖好了坑 就等着伊莉亚自己跳进来 她表示自己会为她安排妥当 同样也是天之地之你之我之 然而当老板娘按照计划 向伊莉亚推荐决斗士维罗时 对方却有自己的想法 老板娘没想到 伊莉亚竟提出让自己的男宠克雷斯作陪 气得她摘了假发发飙 巴老板表示 这两个贵妇背后的势力不同 一个是权利一个是金钱 财富和地位都是她想得到的 所以他们必须统统满足 但老板娘心里还是咽不下这口气 对于伊莉亚的羞辱 必要让她付出代价 女人头戴银色面具 高举酒杯微微回眸 站在对面的男人也戴上金色面具 女人起身走向对面 奔赴那场期待已久的面具狂欢 然而就在两人不知天地为何物时 老板娘突然拉开帘子 伊莉亚这才意识到自己搞错了 金色面具下 竟是她的仇人斯巴达克斯 场面瞬间乱了套 老板娘立即叫人 拖走了愤怒的斯巴达克斯 莱妮亚的嘲笑让伊莉亚失去了理智 直接冲上去 抛起对方的头发直接砸向地板 然而当她恢复清醒时 莱妮亚早已一命呜呼 首富的表妹横施此处 巴老板一时间不知该如何处理此事 等到消息传出 恐怕他们就永无出头之日了 但老板娘此时努力恢复冷静 表示莱妮亚是只身前来 并且自己之前叮嘱过她 不要向任何人透露行踪 她让巴老板去处理此事 自己则去安抚 犯了大罪惊魂未定的伊莉亚 此时的伊莉亚悔恨万分 但她全然不知 今晚的出场顺序 其实是老板娘有意为之 只是没想到伊莉亚会封魔至此 设计了一切的老板娘 就这样死死拿捏住了伊莉亚 竞技场上的厮杀仍在继续 但沉迷于此的伊莉亚却意外缺席 老板娘只好帮她打掩护 告诉贵妇们她只是暂时身体抱养 不久后 行政官的儿子曼里斯即将成年 见她十分沉迷于决斗式的竞技 为了讨好权贵 巴老板主动提出由她承办成人宴席 并为曼里斯安排斯巴达克斯来表演 行政官确定一切费用由巴老板承担后 立即欣然答应了 从竞技场回去后 老板娘立即找到夺起来的伊莉亚 当她振作起来 几天后这里即将举办一场盛大宴会 她希望能够邀请到各界名流 在老板娘的一番游说下 伊莉亚重新振作精神走出阴霾 然而当她看到斯巴达克斯时 还是难免勾起心中的恨意 她发现斯巴达克斯与维罗兄弟情深 便开始计划一场阴谋 让斯巴达克斯付出惨痛代价 女人将手伸进水时 让泡澡的少年看直了眼睛 今天是少年曼里斯的成人礼 伊莉亚独自前来 为她送上了一份特别的成人礼物 将懵懂少年迷的神魂颠倒 从而完成自己的复仇计划 自上次面具狂欢搞错了对象后 伊莉亚对斯巴达克斯的恨意 又更上了一层楼 于是决定在行政官儿子的成人礼上 让斯巴达克斯痛不欲生 巴老板为了讨好权贵 主动承办了这次宴会 还特别安排了冠军斯巴达克斯 和前任冠军克雷斯 进行一场竞技表演 为行政官儿子曼里斯的生日助行 然而当巴老板介绍了斯巴达克斯 准备继续介绍克雷斯出场时 曼里斯却打断了他 巴老板虽然有些不爽 但今晚曼里斯是主角 便按照他的要求 派出了斯巴达克斯的好兄弟维罗 曼里斯望向一旁的伊莉亚 渴望得到女神的肯定 而此时的维罗还倍感荣幸 毕竟在这样的场合表演机会难得 随着曼里斯发号失令 斯巴达克斯与维罗开始了竞技 虽然只是一场表演 但他们还是给予了彼此尊重 有来有回打得火热 针刀针枪让在场的观众 看得兴致勃勃 合力上演了一场精彩的对决 最终还是斯巴达克斯技高一筹 抓住了维罗的软肋将他制服 众人都为这场表演喝彩 然而此时曼里斯却举起了手 巴老板明白了他的意思 但他解释事先都说好了 这只是一场表演 并不需要致死方休 维罗的眼里满是绝望 而斯巴达克斯也用祈求的眼神望向巴老板 希望他能救下维罗 然而一旁的行政官却连连施压 使得巴老板不得不发号失令 见斯巴达克斯迟迟不动手 便令人拔剑上去对准了两年 最终维罗自己握剑刺向自己 嘱咐兄弟要好好活下去 帮他照顾好孤苦无依的妻儿 维罗就这样永远地倒下 他曾经无数次想象过 自己会荣耀地战死在竞技场上 却从未想过会像今天这般 仅仅是作为贵族们的消遣 看着斯巴达克斯痛苦的模样 角落里的伊利亚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这一招的确诛心 亲手杀死了同甘共苦的好兄弟 斯巴达克斯从此开始一蹶不振